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雨明老师 好的 今天成交量2900多亿 你会发现大盘其实这十几个假日 很少能够占上3000亿的大观 量能是持续的做一个萎缩 当然对后市是不利的 我们看大盘的K线 好 这一波从12000多点涨到16000点 那我们大涨4000点之后 在这边做盘整 最近4天 3天也是盘整了 可以说在这里大概有盘了一个月了 量能慢慢的在萎缩当中 当然这个对大盘的后市 一定是会比较不利的 量缩没有量就没有价 好 那我们讲到这里了 那我们把它细细看一下 我们把这K线减掉4天看看 也就是说这4天不见的时候 我们回到5天之前 那你看这个格局 这天是3月15号 你回到这个格局 你看一下这个格局 更正一下 这在5天之前 我们把这4根K棒减掉 就是5天之前 你看这个格局你会觉得这个很漂亮吗 它已经来到了封关前的位置 你就说股价上去又打回来 而且量持续做萎缩 当然是很不利的 这几天再度攻上来 大家好像又充满了信心 可是你好像忘记了 这个格局没有你想的那么漂亮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的格局量是说的 股价在那边做盘整 没有量来做普助 量能不足 攻坚的力量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这个格局到底怎么研判 我们把它切入股神系统来看一看 涨4千多点了 如果后面没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300点 那300点干嘛追啊 还有500点 500点我觉得也不用追 这时候反而是你应该布局空单的时刻 那我们看股神系统呈现什么格局 这是你一般看到的K线 我们把它切到股神系统 我们看目前的格局在这里 第一线在零走 非常的脆弱 非常非常的脆弱 因为在学那边 第二线第三线翻多但不强 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格局 你会觉得这个盘很漂亮吗 说真的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个盘有什么漂亮的 第一线都已经站在零走 怎么会漂亮呢 所以我们这种格局 你操作势必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高手跟散户 他们在操作上 到底有什么不同 散户就这样 插一下赌一下抢一下 反正钱也不多 试试看 这散户的心态 他完全操作没有依据的 看着行情 看着报纸来做股票 看着电视连线来做股票 所以永远就插一插赌一赌抢一下 高手不是这样 高手第一个考量在风险 如果你没办法考量风险 就想要得取利益 那你通常会被修理的 会做输的 所以高手第一个考量是风险 接下来讲的操作纪律 当这两个考虑完才会想到利润的问题 这个地方能不能出手 出手是不是很安全很安心 这时候如果很安全很安心 那当然可以出手 那如果不是 风险已经大于利润 风险下跌的风险已经更大了 那这时候你为了赚这一点利润 你可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这当然就没有必要了 懂意思吗 好我们看电子股 电子股的格局跟大盘类似 但是比大盘更脆弱 为什么因为第三线更短 那第一线也在临走 所以当我们看完之后 卖压也没有克服 头这边你觉得这个盘有很漂亮吗 我说这个盘一点都不漂亮 那我们通过股神系统 六星法然板 跟他模拟分析一下 把这张图再模拟一下 那我们看模拟完之后 曲线会掉下来 那就会很长一段时间会掉下来 当一个盘一旦掉下来 就会三线转空 三线转空带来的砂盘力道 就会大很多了 就像这边三线翻多 涨上去的道理是一样 三线转空当然就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说看完这种格局 你势必要非常非常小心 盘面可能没有 你想的那么美好 赞民你为什么不说多 有啊 今天都说多啊 现在都不想讲了 为什么 为什么就这样啊 答案已经跟你讲了 那如果每天都告诉你 叫你要买拖单他赚很多 那我跟你讲保证是骗你的 任何一个插盘手 都不可能每天都赢 每天都赚 每天都赚 每天都赚很简单 要么股票买一堆嘛 好几百档 要么就是骗你嘛 很简单嘛 那股票买一堆 本子上也是种欺骗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客户 我们的散户 我们带的客户是散户嘛 他又不是什么主力做手 一千多亿在操作 你可以一天买 买很多股票 不可能 散户就了不起 散户五百万 这时候他没办法 买很多很多的股票 那你买一堆股票 每天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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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三只就好了 一个月超过六十只 那请问老师 涨停满跟你有关系吗 你买两天就满了 你没办法再买了 那老师每天涨停满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没有关系啊 那不是一种欺骗吗 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 你放心 好 那我们就看完这个格局 我们来想想看 那我们回国 我们来看美国股市 这是NASDAQ 你告诉我 这格局对吗 高档出现 一二三四五 五个卖出群套 这当然不对 三线转空 废程半导体也是一样 这格局都是不对的 废程半导体 就影响台积电连电 因为它是半导体的这个族群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心里大概有个底了 这个地方做多的危险性 是非常高的 这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做多 我们反而挑 转空的股票来做一个 空单的一个布局 这是我们这个操作的 基本的判断跟原则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目前成交值比较大的股票 比较大的族群 我们看这些股票 到底它的格局是对 还是不对 我们看半导体 爱设计 PCB 被动人间跟太阳能 看看这些股票 格局对还是不对 这成交值排行榜最前面的 所以他们有代表性 好不好 我们看 来 台积电对不对 台积电当然不对 因为出现两个卖出讯号了 看懂吗 三线跌破转空了 虽然发布 明天要出席 可是股价也带不动 懂意思吗 这格局不对了 好 那连电会不会好一点 它业绩好像不错 发布二线营收非常的棒 来 对不对 好像不对 三线跌破转 所以我们看这个格局知道 这也是空头格局 所以连电发力多也没有用 股价也带不动 懂意思吗 好 世界前进 是不是应该好很多 台积电的一个子公司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股价这里都已经跌到 四个月底点了 那怎么会对 三线跌破转空 好 这格局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再来我们看看 IC设计联发科 对不对 不对 因为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了 这格局不对的 爱普 好像比较漂亮一点 可是怎么样 股价创高 股神线有没有创高 没有 这叫什么 叫高档背离 当股价创了波段的新高点 可是股神线 拉不起来 三线架构也没有很漂亮 因为第三线比较短 代表动能不足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 这种股票我们就不用追了 这股票我曾经买过 我在12月28到1月28 这一个月当中 就这张图 我做了六趟 六趟 这个卖掉之后 卖掉在这一天 卖掉之后 743 这是1月28 从这卖掉到今天 我没有再买爱普了 那目前来讲 股价还在这边 做一个整理 那这架构已经不对了 所以不对了 我们就不会再买它了 好 我们再看 立即对不对 立即今天往上大 可是怎样 三线架构不漂亮 你看三线是不是很短 第一线很短 第二线也不长 第三线更短 第三线短代表什么 动能不足 动能不足的形形 它往上大涨的机会就很少 所以我们这种股票 如果是我有 我会做一个调节 我不会买多单 好不好 这是我说明 好 那我们看PCB族群 好 我们看蓝电 蓝电格局对不对 三线翻多 可是第三线不强 动能有点不足 所以你看它已经盘整多久 大概有一个月了 它涨不动 因为动能不足 那三线架构是不完整的 但是这一档股票 是整个PCB最漂亮的 最漂亮也不是很完整 好不好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下 好 这个新兴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三线已经跌破了 出现三个卖出去 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克服 这超市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们看新兴是不是发很多利多 是 发利多以后 请问股价有没有涨 没有涨 涨不上去 你再看一次 有没有 它已经涨不动了 发利多涨不动 利多不涨就是利空 懂意思吗 发了利多股价涨不上去 这对它的后市 当然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看到 有没有三个利空 三个卖出信号出现在这里 对它的股价 形成一定的压力 好 那我们看这种利多发 股价涨不动 利多股价不涨 叫做利空 所以就没有用 好 华通对不对 高点在12月 现在已经3月 这个16号了 你看盘很久了 对不对 涨不动了 没办法再创波段高点 量也缩掉了 好 那这种情形下 头这边 你们发现 如果你买的是华通 从12月下旬 到现在1月2月 现在3月中了 将近三个月 你没办法赚钱 赔钱了 但是你看 这股票利多有多少 我给你看 是不是华通的利多 今天的 有没有 这是华通的利多 是吗 是不是华通的利多 没错 这么多利多 股价怎么这样 之前还有 股价涨不动了 利多完全推不动股价 那就麻烦了 就像一个石头 丢到那边 噗通 没有了 我们说只有空头 隔取股票 才发生这种情形 利多完全推不动 所以这时候 你发现这股票不对了 没有错 好 今天的报纸说 这个分析师 点名 华通 是输家 因为今天的 今年的这个 AirPod 这个出货 可能没有 这个那么好 这个华通 被点名是输家 当今天报纸登出来 对不起 股价早就已经 跌到 四个月的低点了 说真的 今天发这个新闻 我就没有用了 那你有本事 在高档发 在12月发 对不对 都已经跌那么久 你才看空 太久了 都太 动作太慢了 跟你大象一样 长颈鹿一样 如果你去动物园 有机会接近长颈鹿 那你把他踩到 长颈鹿的角 你踩到他的角之后 你开始读秒 一秒 两秒 三秒 四秒 五秒 那长颈鹿最后 看见 哎呦 谁在踩我的角 我们一般人 你碰他的角 哎呦 你怎么踩到我的角 长颈鹿 如果要五秒 才反应 没办法 那这个神经太长了 所以这么久了 才在看空 对不起 我觉得太慢了 那股神系统 转空多久了 哎呦 天哪 赵一鸣 我们早就跟你讲 你不要买法通这种股票 格局已经不对了 发再多利多要配息 都没有用 完全带不动股价 所以我们刚刚把三档PCP看完 你大概有心理有底了 好被动元件 最近也要发很多利多 发很多利多 那我们看看被动元件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涨 来 哎呦 这格局好像不对 第一条跌破 第二条临走 第三条也跌破了 高档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它已经变成绿色了 蓝色就出现卖讯 绿色就三线转空 那你看这格局就完全不对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龙头 被动元件龙头就国区 国区已经不对了 当然你做这一段很好 了不起 这段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大家这里 好像没有必要再追了 不是吗 只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现在你就追就没有用了 现在应该反手 甚至反手反空才对了 好 那我们看华欣克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三线架构比 国区好一点 国区比较弱 华欣克有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一样 高档出现卖线 第一线也在临走 这格局都不对了 那如果你是看看 这个华欣克 那更 看起立新更离谱 起立新的高点 四个月前 看你组空多久了 四个月了 所以如果你这四个月去买 被动元件起立新 那受伤了 那伤得很重 这样懂意思吗 空头格局股票 你就是不能追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三档被动元件 对不对 都不对 好不好 好我们再往下看 好 这个 太阳能的部分 中美金 一个两个三个卖出迅套 第一条曲线跌破了 二三条还在反弹 最后的反弹 压力没有克服 这格局当然不对 好 合金也是一样 压力更沉重 因为卖出迅套更多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头这边 刚刚讲了这么多 有代表性的股票 对的有起档 好像没有起档 好像蓝电 但是也没有很漂亮 那其他好像 都一大糊涂 头这边 所以你看完之后 头这边 你觉得说 这股票有很好吗 这都是成交值排行榜 最前面的股票 最前面的股票 都涨不动了 那请问它怎么带动 大盘的公式 当然还是有零星的股票 在涨 这不可否认 但是最重要 成交值排行榜的股票 半导体 IC设计 PCB 被动元件 太阳能 好像都不对了 头这边 所以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看今天另外一个新闻 KY类股平民暴地雷 这个警示门槛要调降 这个主要新闻在这里 这今天的报纸登出来的 那我们把这个重点 把重点把它放大 我们看这里 这里就是这里 KY公司J203爆发财务作假 负责人掏空等重大的弊端 然后我们把这里 一样再放大 KY挂牌总共目前有76家 不过KY公司出现异常 指数的比例是26.31 也就是说 四家里面就有一家出状况 25% 四家26% 所以四家里面就会有一家出问题 所以你看KY的股票 问题很多 很大 现在都被点名出来了 今年出事就是康友 那康友最后是下市的 应该是去年出事 然后就下市了 不见了 因为财报交不出来 好 再敏感大声说 我一辈子没有带过会员 做多过KY的股票 为什么 KYF一样 KY就是开曼群岛 公司设在开曼群岛 这个开曼群岛 我们都知道是个避税天堂 一个信箱 装进50家 台湾挂牌的公司 一个信箱 虚设在那里50家 你看多可怕 因为我没有本事 去了解他们财报的正确与否 所以我不会带我会员 去做多这种股票 放空可以 做多我不会做KY的股票 张爱敏上电视20年了 到现在没有做多过 任何一档KY的股票 这就是一个原则 张爱敏有没有改变过 哪一天 什么KY涨很多 赶快去带会员买一下 没有 为什么 我答案已经跟你讲了 报纸今天登出来了 不是吗 76家KY挂牌的股票 目前 出现异常指数的26.31% 异常的 有状况的 可能有财务造假的问题的 换言之 4家就有一家 这都是在开办群岛 我很没本事去了解 他的财报到底真的还假 这种公司我不做 我不会带会员做 基本的原则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有些事情不能做 就是不能做 那我们以后这个事件 看到什么 头这边 看到一个事情 来 这两股票叫高端利 高端利净值7.49% 现在股价大概200块左右 上次有个观众说 张老师你怎么带会买高端利 净值才7块多 好啊 那我们刚刚讲的康友 来看康友 好 高端利目前200多块 我们看康友 康友下市之前 来2019年第二季 96块 净值 第三季 95块 2019年第四季 76块 到这边 76块 你想想看 净值这么高 最后呢 当出事的时候 好像都消失了 为什么 现在现金这个账户 转账多容易 三秒钟就转走了 你还可以约定转账 钱里面 你看到100亿 三秒就帮你转走了 都这边 净值很高有意义吗 虽然很多人说 老师 是不是净值很高的股票 就可以买 股价净值比很高 它的净值 假设100块 它现在股价才50块 股价净值比太高了 这种股票是不是可以买 我说买股票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搞错编 懂意思吗 从康有下市 从高端利大涨 康有净值76块 下市之前 高端利涨到200块 净值7块6 懂吗 70几块的股票可以下市 7块6股票可以涨到200块 那你告诉我净值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没有代表什么 不是吗 有意义吗 有很大意义吗 净值很高就不会倒吗 那不会倒 康有为什么不见呢 不是吗 投资朋友 所以股价净值比 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搞清楚了吗 赵一鸣什么时候上集 没有跟你讲 股价净值比很重要 你操作股票看股价净值比 从来都没有 20年来从来都没有 因为我很清楚 这个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原理我刚刚讲 不管多少钱 我300钟都转走了 很多代表什么 100亿 三秒就不见 公司如果没有诚信 净值再高都没有用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以你从这个世界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所成长 下一次不要再踩到地雷 好不好 来我们再看 四关键不改 自定乘车 四关键不改 不用入水再你赛 你很多错误的投资观念 要把它改过来 要不然你学会脚不完了 懂吗 郑爱民从来没跟你讲净值比 股价净值比就怎么样 没有 净值本来就意义就这样而已 哪一天要被拍卖 你看康友不是下次 大家去清算他的 你发现钱都不见了 为什么都被移走了 董事长也不见了 总经理也辞职 会计也都辞职了 连资料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哪里找 所以这个问题太多了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净值 所以我们的观念很重要 观念非常重要 你观念不对的 你怎么做 你从股价净值比 找股票 错了 天大的错 懂于是吗 意义不大了 工具一定要正确 你的工具正确的 你的观念正确 用这两个做基础 你的操作才会产生正确的操作 最后才能够赚到钱 就这个道理 懂于是吗 好不好 来 今天的新闻 年始已买 投信 火力全开 买什么 高殖利率又来了 又来了 每天都在讲殖利率 资爱民跟你讲过了 殖利率是骗人的 没有这种东西 殖利是不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殖利率不存在 你今天配10块 你因为配10块你想要去买它 现在股价100块 10块除100 这个殖利率有10% 问题是你不是现在配给你 那到底什么时候配给你 你今天进去了 今天3S6进去了 什么时候配给你 股东会开完 通常股东会都在6月开 因为公司法规定 6月底前要开股东会 两个月又有6天前要召开 然后农券最后回补 现在很多股票还没回补 那怎么会开股东会 开股东会在6月底前开完 股东会在授权董事会 通常都这样做 决定要配多少钱 我赚10块可以 配2块可以 都不犯法 这个TPK成统直接赚 23块配5毛 也不犯法 所以你不要给他赚多少 决定要配多少 懂意思吗 第二个配息 我们讲过 股东会开完 在授权董事会决议 除选除息的日期 通常是一两个月后 可能7月8月了 现在3月 3月半 4月半 5月半 6月半 7月半 如果7月半 还有4个月 如果8月半 还有5个月 这5个月的股价变动 天哪 你现在买100 5个月后 还有100 搞不好剩90了 那你配10块钱 有什么意义 不是被你股价 吓得也吃掉了吗 你说不会啊 股价一定会涨 那你股价一定涨 你干嘛看直立 你买股票就好了 不是吗 所以直立是不存在 因为你没办法 去保障你的10% 这样懂意思吗 因为股价波动太大了 懂意思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搞不清楚 都在讲直立 报纸每天登 这是鬼扯骗人的 好不好 股息 除以股价 但是你现在 股价到除息 你到拿到10块钱 可能半年后了 天哪 那股价的变动 哪是你能承受 这样懂意思吗 国大金现在在这里 将来除息有两个走势 一个往上 将来走势有两个 往上就OK了 你就赚股票差 你往下完蛋了 你说不会跌多少 错了 跌快四成都有 谁跟你说不会跌多少 那这股价差了多少 23块 那你假设配它5块 股价跌23块 你告诉我你有赚吗 没有任何意义 同意是吗 直立是骗人的 不要被骗的 好不好 时间交给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 一月营收创新高 一月营收也创新高 这么多利多 股价怎么这样 已经跌了47块 快来五成了 半年来 有多少网价利多 结果呢 结果怎么这样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利多买股票 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昏头赚下 你会赔死 懂意思吗 好 请问股价系统什么格局 原来空头格局 卖讯一大堆 难怪它涨不动 这种股票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好不好 那我们这档 营收衰退非常严重 跟网价刚好相反 衰退94% 股价呢 哎哟 天啊股价涨快一倍了 股价在六年新高 衰退的股价在六年新高 营收成长的股价 跌到八年地点 一年地点 请问营收跟股价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很多人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的人 请你看张一银的著作 这些书你带回去看 我想你就会有答案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里面都会写 你要正确观念要建立 把这些书带回去看就可以 好天地对不对 对但是不大 不是很漂亮 这多头格局还是很强 这没有很漂亮 环节目金呢 三线已经比较脆弱了 已经很短了 快要跌破了 好金星科第一条已经跌破 二三条还撑着 这格局完全不对了 创意空头格局 没有任何改变 好不好 文帽也是一样 这是空头格局的股票 好宏杰科 这也是空头格局 上面出现两个卖区 三线跌破转空 台表科一样 空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不好 好 成为赢家最有限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找到对的人 对的人在哪里 慢慢去体验 那我只能跟你讲一个 很简单的判断 每天都是赚钱 每天都很多股票涨停板 那绝对是骗你的 百分之百 我敢跟你讲 绝对百分之百 明天涨跌都搞不清楚 我们明天股票涨停板 事后马后炮 每个都可以 再也不会做这种事 我觉得这让解盘 太没有羞耻心了 成为赢家最有限的方法 你今天找到对的人 对的人解盘 一定跟你讲很清楚 操作一定有逻辑 不然不能成为赢家 好 股权系统 轻松拥有 你可以跟赞民一样 轻松拥有股权系统 每一次你犯错 一档股票 30%左右 错四档 你一年就做白宫了 所以买股票 股权系统 检释一下 我想他会对你有帮助的 东森文士 手机 SamaQR Code Sama要加入我们的Diet 这次免费加入 所以是东森文士 并且留下姓名 跟电话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荐 分析的个别有价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继续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